好 在公共场合我们知道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礼仪 不过这位女乘客当时搭高铁 她在高铁上光着脚丫 左脚搓右脚 右脚搓左脚 然后把脚撬高 整个霸占了两个座位 一旁的乘客看不下去 用手机拍下了画面向高铁进行投诉 但是高铁表示对于这种行为 只能够规劝 无法可罚 女子搭高铁光着脚丫 顶着前椅背 又是搓脚 又是踢座位 横躺霸占两张座位 让其他乘客看了不舒服 尤其这个动作脚丫子痒 左脚搓右脚 右脚搓左脚 脚掌都碰到椅背上的杂质了 这叫后续的乘客谁还敢拿杂质来看 接着女子干脆把脚盘上座位 背部靠着窗横躺在座位上 脚丫子朝临坐的乘客 逼得人家忍不住拿起手机把画面拍下来 当时这名女子就是坐在高铁 像是这种靠窗的位置上 似乎是太舒服了 她一坐下来 就把鞋子脱掉 将脚直接放在椅背上 实际回到高铁列车上 搭高铁光着脚丫的情况 其实挺普遍的 这边妈妈擦着紫色指甲油 脚也是放在前方椅背 这边则是脱下凉鞋 脚底板跑出来见人了 另一头还有人一只脚直接跨在走道上 毕竟这是公共空间 那有那么多人来人往 我想功德心可能还是要请大家多注意 只有像这一种不淡或不雅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服务人员他会前往主动的劝导 事实上为了预防这种状况影响其他乘客 高铁不只会规劝你屁股底下坐的这张椅垫 还有背后靠的椅背天天都得清洁 光是例行性清洗一年八十万成本 还有两年一次会全面换西也要花上近三百万 为了车厢卫生比较日本新干线 不过再看一次这个画面 想要真正干干净净 除了定期清洁 还是需要民众多点乘车礼仪 中文字幕志愿 文字幕志愿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